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好久没见了 陌生 太热情了 太多人了 相信这个热情不止在洪亚区 很多人期待这个比赛很久了 期待吗 期待 确实很久没有在国内参加这些国际性的比赛 所以非常的兴奋 从南宁到万塔 再来苏州 这三次到这一步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 心态上不一样吧 可能 然后第一次在南宁的时候 其实自己可能也是就是跟着大家一起 然后还是一个小队员吧算是 然后第一就是第一次承担这样的任务去打的时候 其实可能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要更多的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些不同 但是我觉得尽量要去调整成一样的心态才行 对这个场地的这种适应的感觉到目前这个阶段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吧 我觉得这个场馆的设施 然后其实虽然会有一点点风 但是我觉得都是在可控的范围 然后对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灯光也都还挺好的 我看在双流的时候也是非常细致地回过到教练组 在挑衅自己 可能之前有一小小的一种起步 目前面对这个大赛的时候 自己感觉那些方面可能能做得更好了 我觉得会更相信自己吧 对 然后因为自己一直以来的训练都比较的扎实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更多的在场上相信自己平时训练的积累这样 然后也通过一些比赛 然后现在我觉得整体的状态可能会比去年好一些些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越来越自信才行 过去两届都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这种角色 包括为球队连续的建策 到第三届来到这个所谓的赛场的时候 自己感觉整个球队这种氛围现在怎么样 我觉得氛围是我们一直都都一直都很好 然后大家特别是团体赛 我觉得大家都就是非常团结 然后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的同时 都是充足的足够的相信对队友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团体 毕竟还是三年没有在这场比赛 你现在觉得真的进到赛场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 一开始还好 昨天其实还好 因为昨天可能没这么多人 但是今天一进比赛我特别是因为疫情现在慢慢好起来了 所以就是媒体啊记者就太多了 我第一次见的感觉也太不适应了 就是因为平时之前就算在国外的话也没有那么多的关注 其实对就是确实我觉得关注我们的人越来越多 我看清练的时候和和明娇一起在练 还是现在心情怎么样 我看也是很轻松 有的时候还需要一下这种是紧张的压力 我觉得还是比较放松的吧 我觉得因为也有经验了嘛 对所以我觉得调整的就是也做在积极的调整自己 就是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就是看到那么多人关注啊 就是背上包袱我觉得没必要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虽然说的简单 但是还是需要去去调整的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再来看看 感谢观看